县议员廖子佑身为南投县第二选区所选出的名义代表 任职多届县议员以来 可尽职责监督宪政发展 并为名喉舌反映地方需求 深获民众的肯定 而在南投县议会召开第十九届第七次定期会议程期间 议员也是用心问证 针对近期地方上大小议题 与县府各相关部门一一探讨 南投县垃圾问题行之有年 县议员廖子佑关心草屯垃圾堆质问题 他指出草屯垃圾厂累计八万公顿垃圾 形成超惊人垃圾山 民众相当忧心 草屯垃圾转运站垃圾自然 引发大火的事件重演 因此也希望县府环保局 能够加快垃圾打包的进度 草屯现在南来北奥 那车在那样的 你要去保理这条路 都看到我们本县山 现在目前我们是一天 一百四十吨出去 我们农中一天两百五十吨 请问我们的局长 我们现在超顿的本数 你刚才有在说 要做细分悬厂 还有包括力能电厂 但是在这个当中 我们目前也知道 那个鸟水坛的那个工程一直 进度我经常有去看 已经两个池已经做好了 在这个中间 我们现在的目前 我请问一下 我们的那个局长 哪个时候可以处理完成 只是想了解一下说 他这样一天打包 可以打包多少吨 然后哪个时候可以完成 我们不用每天看到 因为我也很怕 还有一个事情发生 就是去年的火烧垃圾山 现在因为超顿的地面 怕的就是说 你也看那个火烧垃圾山 他们这边的空气的品质 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我想说我们可能要 尽量快一点处理 县议员廖子佑表示 毒品的外观 已有别于传统的形式 大多借由 渗入零食饮品的方式 为妆变身 借由包装样态的改变 便装成咖啡包 糖果果冻QQ糖 饼干等 容易让人降低警觉 并逃避警方查气 且危害更为严重 残害的更可能是年轻人 毒品的犯罪支援 造成社会的危害 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除了学生的安全 我想学生的安全 不管在校园 现在也是 也是除了人生的安全 还有其他很多诱惑 很多比如像毒品 这个部分的一个威胁 我想这个在在都让我们 现在有孙子的 有孩子的都会家长 有时候会嘟到这种事情 都会面临到很多的压力 就这个毒品的部分 我想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局长 我们现在 知道现在的毒品推存出新 像现在 常常都会有类似 糖果咖啡包 这样的一个呈现 这种咖啡包做出来 好像也是我们一般的咖啡包 我看这样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 有一些年轻人不知情之下 去持有或者去使用到 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警察局这边 有没有针对我们的毒品 咖啡包 它的通路 我想像这个 如果我们要去防毒 不能进到校园 不能让我们的 有一些年轻人去接触到 我想要请教我们局长 这边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县医院廖子佑表示 除了传统毒品的危害外 新兴毒品也放心为爱 不论是毒品咖啡包 糖果包装等 常常让学生不小心务实 进而染上毒品 为了提高毒品防治成效 嚇阻新兴毒品泛滥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多加宣道以及取缔 避免这些毒品 进入校园 危害学子的健康 从源头要能够防毒 另外有一个问题 要请教一下局长 比如说最主要的希望是 能够我们源头 能够防毒 以免危害到我们的青少年 包括 穿着我们也都有孙子 除了说咖啡包之外 小孩当然小孩 小孩不会去吃咖啡 但是类似唐国之类的 那种人不知道去务实党 我说小孩一死人就毫备了 所以我要重视的是说 我们能够再怎么样 在源头的部分来做防毒 我想宣导防毒是最重要的 我们宣导也要让我们家长 让我们社会人士 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的孤养 很多状况让家长好像心理压力都很大 所以说也要麻烦局长这边 可能对毒品的这个部分 要加强茶器 先议员廖子佑 关心中料乡永乐路 头4公里300公尺左右 到6公里500公尺 有4个狭窄瓶颈路段 急需拓款改善 且乡民及游客 经常发生农产品运输车辆 发生坠落边坡及车祸情势 为维护乡民生命财产安全 以及地方发展 瓶颈狭窄路段 急需拓款改善 县议员廖子佑 也见请县长尽速办理 中料头26线 在那里 当年的肥肌 我就已经有在关心 我们要还有 一段几公里 那有4个闸道的一个 弯道的一个瓶颈 那时候也有 拜托我们处政这边 希望说 冠金来给他整月 冠金来给他接不好 因为我们现在返乡道路 整个已经系统 已经一二级 二三级都标出了 都开始都在进行 那就是说 对我们这个中料 这条永乐路要进去和平 这个地方要还有 整个地方要有一些瓶颈 还要需要 这个处理 我相信定义委员 大家都很关心 就这个问题 我先来请教 县长 你知道说 头26线 永乐路那时候 有一个环道 也会打通的 我们要去到法法市 这个地方 也都已经打通了 所以说 冠金味还整个瓶颈 这个部分 也要拜托管长 是不是可以 趁近来处理 对着我们这条 我们这条 环乡道路 包括说 头26线的 这个衔接的 这个瓶颈 我相信 大家都非常关心 因为我们民意代表 所要负担的 所要承担的 就是关心地方的建设 关心地方 这个交通 的这个 对着这个交通 的这个 这个 帮通 安全 让百姓 有一个安全 回家路 这个 大家都是非常重视 草屯镇 富陵路 连接虎山路 及富辽里 民众使用率高 上下班 交通 尖峰时段 车流量大 但道路狭窄 又因衔接 虎山路口 行程约 三公尺 高低落差 道路视线欠佳 不仅时常有 车祸事故发生 而且造成 民众出入不变 为了改善 富陵路路况 先议员 但廖子佑 在本次定期会当中 也特别来与 县府探讨 道路拓宽的 相关规划 这几年 常常 这个富陵路 这条 常常都 有这个 A1的 那个车祸发生 说实在 那个附近 我们顶部 那条富陵路出来 就是有 一个顶部 本来 我们公司 那时候 过去 宏古号 到镇长 在镇长 在镇长 那时候 那时候 有提出 说 也把 那类的 高通部 营建处 行政 营建 那 高通部 是不是高通部 改正处 那类也滑了 但是 那时候 要团队的 那类的 新府楼 处理这条 不然 我们管府 就没有处理 所以说 现在 目前 在这个 这条 这条 这个富陵路出来 左边这边 这些基因 他们说实在 那路 太黑了 所以 那里的人 变成 开车出来 有什么都出来 用车都不再出来 所以 上面 那个大姐 也是在那个地方 发生车好 那也去政策而已 所以说 那如果用车 那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空间 让他们用车路 但是 哪有可能说 每天出门都要开车 在那儿开车以外 没办法 说 有一个 用车路的 那种的 堵路 所以说 第一次加工 那里的 那个社区 也差不多 有很多 基民 常常在反映 上面也 拜托 我们交通 交通工程科 说 看能不能把 这个路上 刷走 捞一刷路 让他们 可以处置 他们要 走路出来 可以处置 车辆一回堵 新城交通平静 周边场塞车 为了不影响 复林路周边住户 同时解决 复林路 几乎山路口 常年拥塞的问题 公所选择 新建 临近的都市计划 52号道路 今年3月 启动工新建 预计最快 今年底可完工 只不过还没完工 议员常常接到 民众陈勤 陈复林路一段 交通事故频传 造成伤亡 要求尽速改善 来拜托 我们 这个 处长 拜托我们 管长 可以为到地方 拜托 安全 他要真的解决 就是要把这条路 推广 把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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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户路这些 处理 交通的 所谓 也就是说包括 安全 的 库梁 这样我就完全解决 要推广 不然 现在 我们 丁丁 有过另外 規片一条 它是对我们的警察 促习的那条 出去 那时候 我们管府应该也有配合 丁丁 既年 那个 洞土典礼是去年嘛 是今年吧 今年吧 那个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说 真正可以解决交通 疏捷 那个 因为我们要 在那里出来 会走 富丁路 大部分都不好了 南部那边 倒出来 就是要去南岛 要去中心这边 真的会走到这边过来 要去市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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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少啦 要去市区 他就会 对南台 对那种 我们的 我们的 总坛公路那边出来 他不怕这边 所以说 大部分 如果要去南岛 要来中心这边的 出事 会真的怕那边的 富丁路 所以说 现在的交通 搖到现在搖到 上下班 打到 那交通量非常 你知道的交通量 非常频繁 非常的 勇势 所以说 除了拓款 包括我们 我们附近的基民的 交通安全 和包括说 所谓的交通的 这个流量 先议员廖子佑表示 富丁路一段开通后 虎山路要到富辽里 不用再绕路 因此民众使用率极高 但少数用路人超数行事 自意回转等行为 导致事故频传 道路两旁居民 及农民更苦不堪言 判县府能够重视 地方交通问题 协助拓款道路 辩民通信 我想 一定要特寬 我想 这个道路 你说 让我们的百姓 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想 不要在那儿 常常 那个 那个部分 那个路段 常常有车祸 A1的车祸发生 我想 对着地方的基民 那个心理的压力 心理的香港 如果要出门 就会造成他们的压力 我想这个 也是我们管府这边 要彻底去了解 那个状况 彻底来解决 县议员 廖子佑为了地方建设 以及民众的诉求 多年都是用心服务 希望能为地方发展 有所帮助 所以在南投县议会 召开第19届 第7次定期会议程期间 廖议员针对多项议题 来与县府积极研议 更提出许多建言 目的也是希望 县府对于这些 上代改善的议题 能够审慎评估 并积极做出完善规划 让鲜明的生活品质 能够得到提升 民意新闻洪一轮专题采访报道